阿卡丽冲一波 冲一波 能玩 打别个拖的话 确实阿卡丽有一个小counter的 可以 没问题 这个时候再拿左移 其实真的不太看好 但阿卡丽就变招嘛 至少把我整个阵容的节奏变一下 V5这边上路拿什么去打这个男枪 比较正常点的话就凯南 但这把 你觉得涛布的阵容怕凯南吗 有毛僧啊 这把凯南不好发挥 哎 蛇女 这把你真拿个凯南 那马僧就盯着你快 蛇女上 怪怪 瑞池也开始长手了 长手打 打个枪 哎 这三把打下去 我感觉 V5这三把玩的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这男枪打蛇女不是究极座了 真的是究极座 嗯 有点难挖的这个阵局 手又没蛇女长 而且男枪的护甲 这个唇烟味又没啥用 而且这一把 我觉得真的就看小天 两边打野节奏了吧 如果说你再抑制不住 卡萨出气的节奏 这把可能会封得挺厉害的 而且这把 毕竟拿到了蒙僧 对吧 这把我觉得对于小天来说 比较难的是 涛伯这个阵容是三路线列的阵容 就是V5这个阵容 他三条线对线在前期都是优势 因为上一把是下路出现了一个问题 导致了线杀 但是从英雄属性来讲的话 V5三条线都是优势 那你这个打野就很难做事了 小天这里 三条线都是线列的 而且我觉得一个是线列 其实你晃脚上线列的话 你有更长的线可以让你抓 我觉得更难受的是 你线上能配合的点 配合 只有下路 只有下路 他没有配合的那种控制 这个才是我觉得更难受的地方 你看上路南枪中华的阵容 两兄弟你们自己打线吧 能去的只有下路 对 这把真的比较看好V5阵容 然后V5今天有新的东西啊 蛇女上路 看一下吧 这你看每一条线的对线 除了中路这里领先了 0.4个百分点以外 这0.4真的 看得太难受了 其他各条线 对线都是有一些小小的劣势 看一下 神女直接水滴出门 表示打南枪毫无压力 可以 看到这个水滴 V5的心态有点 什么意思 但这把其实我觉得 V5的还好 真的是小天最难受 就是初期你到底怎么办 对吧 太难受了 三条线都是要被催的 反正 你别指望说 线上英雄能在野区帮你 而且还有一点 而且还有一点 我觉得如果可以 这锅直接带来艾尼 那初期对线 其实Night的 就不要指望中路 能够给野区任何的辅导 你觉得吧 绝对帮不了 六级前绝对帮不了 六级前没我 是六级前绝对没我 对面带来个艾尼 打我压制 你还让我去野区帮呢 真是太过分了 上路这条线 六级后也没我 感觉线上太难忘了 这一波看到了马克 怎么说 要不要弹 一级入侵 给个眼 保护一下 没有想硬打 就是要抓一下 你才艺 陶伯志战队 还是以打线为主的 一个战队 但是这把的阵容 打线太难打了 这个我觉得是 对于他们来说 最大的一个考验 但是在绝境之中 能不能逼出 身体里面的潜力 我们也是比较期待的 维吾尔的直接 一级学Q 但是二段的没有打到 一级过来 跟你拼推线 我把线推进去 能多吃就行 你越着冰线来点我的话 其实南前也没那么大 正在和上校一样 苦苦思索的起扣意义 阵容确实比较看好 维吾尔 但是看一下对线吧 对线V50里 首先你应该把对线的优势 能够稍微的发挥出 以前强二 深二级 打一套再补 再A 把你逼到绝技 再给一个激光 对 这一套伤害完全打满 还带着腐蚀要剧的灼烧效果 这如可以对线压力 是拉满的呀 我一看他那个 在加上打这个 真的是很难受 又一个一也蹭到了 好难题 还可以先等一等 不吃药 因为这波兵线 可以在这里 稍微卡一波 又来了 留一下 强走位打普攻 再普攻 这边的压制性 打得非常的足 又来 盲僧来了 小天 这时候会不会有机会 但是小天 这里是没有 而且 Rookie的走位 是比较偏后 小天这里 可能没有什么机会 一看 Rookie是往下半步靠的 因为他红霸 那里留着眼位 是确定了 盲僧出气的位置的 我估计这里 没有给到小天什么机会 小天还是先去 大自己的野 继续刷吧 对 过来 直接给一个 狭阵补刀了 压力太大了 这一波 狭阵给了 还是被 那个多把那个 哎 又来到 下路继续给倒勾 哇 然后把这个 下路 下路对线 压力还是给足的 这我们越是 这个开始被逼到 就一个闪 要闪换 对 刚才是先逼出 微卧的一个闪 好像啊 然后又被微卧的 逼出自己的闪 挺搞笑的 这一波 但是人马来了 人马直接开起跑 微卧的怎么回 一小天还可以 往毛森那边走 有机会走的 而且他在这里断油了 他一技能的时间 已经到了 而且瑞士里面 没什么蓝量 这波要 掩護瑞士回家 他在这里等 但是烟雾弹 可挡不了呀 嗯 哎 那这样的话 其实淘宝这个对线 打得还可以了 可以 完全可以接受 完全可以接受 像周路亚里掉的 沙罗还打了起来 哪一个道工 把他给人 交闪 哎呀 还想怎么 他抓一个 死亡闪现 哇 这一波 皮皮革下的出事了呀 又是同样的情况 真是又不同样的情况 即便 即便线上英雄 属性是烈士 但是总能打出优势 而且刚才这一波啊 我觉得皮皮革 想要去硬台的 非常不理智 JKLive还有个治疗呢 你说怎么 杀得掉呀 今天打线确实打不过 真的打不过 现在这个打线 真打不过 V5下路就不能起杀先 你知道吧 尤其在你落后技能的时候 你看看 落后什么 落后一个治疗 这个治疗就要了大命 嗯 皮皮革今天感觉发挥 不是特别的好 一把女塔还可以 对 是 后面两把主要 对 后面两把主要感觉 对线给了太多机会了 对 这边我们看到 蛇女时隔404天 再度登场 上次是胡锡哥 还在W的时候用着 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锅帮忙打 一回去在W 骗掉一个闪 但这个闪现实在 没必要交了 挺离谱的感觉 挺离谱的 挺离谱的 走到那个位置 感觉要死了 他好像是不是 他好像是配合 那个俄菲罗斯去放眼 好吧 嗯 他是帮忙去挡 这一招的好东西 但现在上路都没有闪的情况之下 美国人要注意自己的走位了 不能被手里Q到 另外就很难受 对 走位练习了 要一直走Q 开始玩FC游戏了 这把中路对线压力是挺大的 来来来来来 上下两路 其实算扛住了 说实话 这一波美国人还要打包 大概50下呢 嗯 他这一波其实可以了 因为把这波线送到塔下了 就可以了 是啊 最害怕的就是那个线卡在那 难项就会非常难受 等一会兵线重置嘛 对 兵线重置就好多了 又来到威卧 威卧那边一起的房子 在CD 在CD 这拆在墙上 给他 这波跑不掉了 给腹地 哎呦 威卧今天这个上路 真不是人能待的地方 上路直接卡塔一直在附近 又是他 然后结果再帮忙推一下线 给神明一个非常舒服的回家 感变 好难打呀 威卧 而且结果可以推两波线 我跟你说 其实可以再推一波 又没有齐皮 又没有闪现 对 结果再推一波线回家 那上路又开始坐牢 和上一把纳尔打男枪 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处理 是的 今天被瑞士教育了呀 一阵上单的含金量 你懂不懂 这确实是的 这个就是说到我们开场的时候 我们聊了那个话题 就是威卧的 新秀墙到底在哪里 其实能到这种四强赛里面 才撞到墙 已经说明这个新秀的头 已经多垮掉了 真的 这赛季对他来说 已经是很沉重了 但今天我觉得 主要喀萨也是那种老打野 对吧 他很明白你的这个软肋在哪 他很明白你的这个软肋在哪 发得你很难受 对吧 对吧 刀萨没有下路 刀萨没有下路的现优 还是把小龙控下了 刀萨这三百分的下路都是烈士 下路稳定现优 对 下路稳定先拿一个龙再说 而且这里还能配合的幅度入签 但是UK的血量稍微领先一些 看一下怎么说 两边的塔也都 哦 小天没场地 但整天快就要好了 这个小天 那这个应该可以爽下了 因为有场地啊 而且场戒完到六 这波拼 十六了 但PB高又死了 阿里进场收到PB高的人头 这个好毛泽被换掉 没了东西的伤害还是蛮高的 想过来 他继续 死了吧 差一下 闪现过去补到了最后的伤害 这边的自己是你能好吧 这个头 还好还好 最后还是一个二换三 野斧换掉了涛博这边的中野斧 其实是拿到了头 其实这一波啊 真的还 就太不小心了 因为卡特按照道理来说 第二波这个Buff 应该是丢到了 对到 那人马到六以后 就可以把正面的团开起来 又是一个狭长的爱肯 其实涛博这波有点勉强的 打遇到那个人马 已经要到六了 还好是先秒了跟西斌道的 但是小天这波没惩戒啊 他这个时候惩戒才快赚好 然后已经被PVGOT 惯到 这波其实非常危险 只能说PVGOT 这里没做出太多的事 就倒了 他给这个点 要把鞋这波 资金点也 对 涛博这波其实挺炸的 本来 是 这一波闪现过去 杀掉人马 但后面 感觉EV1和这个狭拼啊 没什么信息 对没有说话 其实 V5这边还是更舒服一点 嗯 小转 而且这样的话 维格托一个102这个数据 他进化就会很快 你就很简单去思考这个问题 上路是V5优势 那你下路的4V4又达输了 那现在其实 高博找不到什么突出的点 现在又是JKLV JKLV身上有两个人头 但是上一把我们也看出来 你想通过霞 在中期去找到突破口 比较难 这波 这波要看马克的泰坦在中期 能不能够找到几个机会 上路 现在感觉南枪鼓刀很难受啊 还好冰箱要进塔啊 哎 就看他的V5优势了 V5优势的心里面真的是 很慌啊 哈哈哈哈 来 这里中路Night过来帮忙看一眼 上路过不来之间 但中野可以 并且辅助是在中半区的 还可以 这一波先 不许能够拿起来 V5优势来帮忙收下线 想解放出来以后去打 去打收 三级Q 两级E Ru皮 为了强制这个对线 他就是要压着阿卡丽的东西啊 对 这Ru皮这这几把这个对线 确实拉满的 而且刚才那波打完以后 其实下路缓了一大锅 Ru皮 没问题 现在不敢去 哎呀大脚还可以 漂亮 这一波微博的 极限的距离 对 放眼的同时 已经能往后拉了 这波如果被定住 记彼性还是可以的 记彼性没问题 这波定道还真有机会杀 那应该是最起码的一个 哎 闪现弓 勾到了 招式上的 招式上有E吗 W 闪现 招式再往后拉 但这样的话 自己还是要死啊 太太大招机飞起来 Night应该是可以收获一个人同 但是这两波的话 Night应该是可以收获一个人同 那这个先锋 用的话 V5就可以拿下来了 怎么说呢 其实这场 这整个V5里面 并不是只有一个人 受到的 是两队各有一个 你看他们就抓着 这个PP杀的杀 对 一边主打下 一边主打上 对 战术其实都打出来了 而且这一波先锋拿下来 下路狭眼能够换到 一定的度层 所以总的来说 淘宝这一波是 利用上 利用下路的优势 抹一下上路的练势 还可以 对吧 我正常 我正常的这个 尺度同样 跟落上线 把这个野尸排掉了 还可以 这样的话下路 掌成固层 那接下来就看他 怎么来手 就先锋了 尺活刀就对了 其实上一把 他 有没有打断 没看到 一勾帮忙挡 但是也交到了 上线 对 这波主要 PP高的又交了个闪 你也浪费了 其实 就你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 我帮你 我帮你锁好以后 我就干干嘛 干嘛去吧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你把那个大招 带到 厄飞流子旁边 厄飞流子有点慌 厄飞流子那个时候 可能巴不得你早点死 是 对吧 厄飞流子就 应该不是说 你别过来了呀 你往前 你往前 你就交代了 省个闪 但PP高的求生欲很强 0-3的落 其实没那么大求生欲的 躺平的就那个时候 是 说的就留个想象 下一波团战里面 还能够起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但现在两边 其实咬的还是比较好 因为系的先锋 就看卡卡这个先锋 能够怎么用 但现在涛博 由于中路也扛得差不多了 阿卡丽比赦 怎么离起来的就还好 那下路 双手有着优势 这个先锋啊 如果只是拿一把 我觉得涛博 初期就完整给接受 毕竟他还多了条水龙 对不对 而且北武这边 其实他人头 只能在人马身上 他没有比较这个蛇女 或者没有说 均衡正面 这一波都不碰到了人马 但是落在旁边 直接碰到了三个人 人马挺肉的 小钱本来倒了 马上这边有个秒表 但这人还是要死 给一个QA 大意的 我找到大意的 这一波你去开人马 你给到人马 好像满肉的 满肉的 如果这几个人头 不给到人马 这一波还是真秒 对 他装备好像有点好 有个护甲骸 对 护甲骸 加上一个搬比的 我们家下路脚开 JK往这边跑 有危险啊 交闪线 还有大招吗 没有大招了 那这也要追死了 OK很细 他往后拉了一下 把PP告的带了过来 让PP告的能上升 那这一波大爆炸呀 而且下路这里 还能够直接放先锋 拿一塔 这样的话 泡波是整个节奏 瞬间崩打了 炸了炸了 炸了炸了 这一波是真炸了 这样下路 直接放先锋 拿一塔 把下路的面试 这个细节跟嗅觉 都是拉满的 是啊 这个人王想到了 前两天看到 网上有人对 WT的一个调价 说WT这个赛季 仿佛到 他一个新颠峰 这句话 我觉得挺夸张的 这个话 我已经25岁了 这对于电竞选手来说 真的是一个高领 但这赛季又打出了 一个完美的阶段 看到了小天 这里旁边有异样 后面波也来了 结果一来的话 应该就拿不到的 直接一弹 一来有危险啊 小天 被实话了 这一波小天也跑不掉了 这样的话 即时出现在的上路 这一波如果没出现 可能上路能够缓解一下男枪 涛博是想什么 如画炮制 对吧 你威武是帮下路打出来 我也要帮我们的上路缓解一下 我感觉涛博现在已经有点乱了 有点乱 他现在这个节奏 对于涛博来说 是很危险的了 现在主要是我们要回想一下 他怎么能够 就这个局翻的点呢 说实话 现在我觉得很危险 没有什么 招摩的双C还可以 你觉得吗 双C还挺对的 这一波他没看到 这比预告的是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强啊 是的 中路 马克特已经不敢随便排行了 即使配合这个阿卡利 正面这两个人很难去击杀 而且刚才这一波拿到人头以后 越去上面的压制性 只能说是越来越强了 现在整个的局面 威武来说都非常的有力 威武的是被迫直接搞了个大隐魔刀 先出大隐魔刀 就他现在 他这玩意也参不了 还不如个好的杀鱼 其实这个人马来杀他 他还是要死 对 没啥用 这两个几把淘宝都是一样的一个路数啊 首先下路对线上来 哎打点这个优势 对吧 打点限优 然后有限杀 然后打着打着这个节奏就乱了 然后突然一波 我觉得节奏乱的点是哪你知道吗 就是总会有一些不该打的团战 他们都 就那波蓝buff的入侵就很勉强 是吧 蓝buff的入侵 然后那一波开人马也很勉强 对 你这个优势还是不足以秒掉的人 其实两波都是为了搞这个卡萨 是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就是 后面的视野你是没有的 你不知道后面多少人 你就过去打一个对面很肉的人马 而且人马是有着非常强的反手 是 这样的话上路 逼过来旁边有真眼 发现了卡萨 而且耐特来上路了 看一下下一波吧 现在其实节奏点是在威武手中的 而且现在这 这把的话是两边一人一条小龙 都不及的 威武没有上一把那么大的一个压力 对 但这把是火龙 而且威武现在有优势 所以现在压力其实是来到了 涛博这一边的 而且现在Rookie太肥了呀 而且又是上一把同样的问题 我发现 就是阵容到后面是威武厉害 就这把威武不及的 对 这你就很难受 你不及就很难去说 就硬刀在里面 你来打我我就反打你了 这里开大过去怎么说 伤害后报告 拆下 杀掉了 搞心探了 这两个点赞 这两个点赞搞心探了 对 被威武搞搞心探了 是 这个就真的搞心探了 这个威武搞的一个原力勾引 上当了 你怎么也 我说实话只能打断下别人回去 没有任何战力 对吧 其实刚才一个老老实实 让芒仔用Q技能打断就算了 这太坦打断自己还得过去 这样先锋也没了 那这个先锋可能会加速比赛的进程 旁边PV杆的有想法吗 好像没有人能跟上 而且PV杆的这里你是不是没发现呢 维格多过来一道激光 直接把中和AD的血量消了一部分 等一下 这不想硬打吗 小人的啊 阿卡丽在绕 阿卡丽绕过去 自己没有被发现 这波如品的战力会很强啊 先拿到先锋 卡塔的这边直接冲啊 冲到了阶片 这边带着进场 一个立场封一下 到后 阿卡丽拿着一个双杀 这边威武托鞋倒地了 残局 带着这边被有双定一下 卡塔感觉伤害不太够 瑞士里面想强化换掉 但是自己也倒了 JK拉武拉开距离没有死 卡塔有点鞭长莫及 这波涛包就打了一个团灭 一个二换五 这一波就是JK拉武的伤害 完全打满了呀 他一个人真的是一波伤害 打到对面五个人身上 哇 这一波被舞 凿中了 五个人全死 是 看一下这里JK能不能把中路塔推一下 还能看起来小龙 这一波涛包是打回来很多 这波大节奏 主要这里威武感觉他们 拿不了小龙了 他们第一时间想打个人数差 但是上的那个地方 正好被霞是完美覆盖 与堡的位置 这一波霞一个人的伤害 真的就是把那个扇形区域啊 完美的发挥了出来 全部覆盖 是的 看一看这波的进场回到 这有点帅 JK拉武这锅真的有点帅 其实拿完先锋 一剪 溜 威武就很帅 但他这里是想去开 而且JK拉武第一时间被开了以后 他就交了一个治疗 然后撑到前面 这招 哇 这一波南枪的一个大 阿坦丽的这个二段的AOE 但这一波有点可惜的是 涛博回去以后 整备的时间不够 所以将小龙还是被 小龙还是丢了 对 而且这一波 不仅是丢了小龙嘛 先锋其实还是威武在手上 比如说这个先锋 会不会中路反馈一下 这个涛博乐 下路 他他想不到机会 但是这里有辖阵吗 应该是有辖阵 这个有点免晓 这两个人也没啥控制 留不住 对 上路 到了这一波团战 涛博总算是打出了 很好的一个配色 就是 在这个地上 但是上路这里 南枪也推到了黄一塔 南枪其实现在上路也好起来 很棒的 对 直接下路放先锋了 想拿二塔高经纪 但是这里 你可以坐在旁边 呃 他就直接给打 是的 可以开 但这边一个TB直接赚会 拿着的话感觉要反打 卡打这没什么蓝量的 要么我拉一下 反打不太行啊 毕竟塔架有一个侠 哎 这里一波没有钩道 现在还是想让Ruby 利用自己手枪 就先锋一下 哎 这怎么办 这没问题 他们要遇到那个 看一下 威卧尔尔的 有个单枪啊 哎 在这边有一个落呀 而飞流尔尔经常 有个一波 当那没用 而飞流尔直接 红刀的起脸 是 拿到了威卧尔的枕头 而且下路 先锋那头也撞了出来 甚至这一波 由于你威卧尔的阵亡 这又可以下路 继续来推这个二塔了 其实节奏 还是在威卧尔手上的 威卧尔的有点上头啊 有点上头 那这个塔 感觉还是要被破 但是兵线有点远 这个时候不太想 利用兵线在这里 拖更多的时间了 因为中塔 现在也没有推进 还好还好 因为 下路硬等啊 下路硬等这个兵线 因为涛博没人了 涛博只要一把海利 舍不住 还可以 这个成功拿到了 下路二塔 又不开始 位置回城 这个皮皮尔的 你勾不勾我 不勾了 这次不知道后面 有多少人埋伏了 中路推过来 中路风景 没有双找的 这波小天有机会 哎 啊 这 哦 大 这波操作 他这个应该是 二产失误了 我觉得 你觉得呢 失误了 这绝对失误了 应该是二产失误了 感觉操作有点变形啊 这里 这一波其实是能操作的 他一回来 他有个侠的伤害 应该是能杀的 对 因为这一波 PP的风景是没有闪 嗯 当然他闪现踢的话 有可能会被狂凶了 但是R闪确实误了 应该没打野 要打龙了 因为五人骑 踢过来 奈特应该是刚刚回家 的装备 这波Yuki的旁边藏吧 Yuki这波是 这大伤害 应该是这样 Yuki这个位置好像 没人发现 先打飞过来的 Vivo这边很危险 又踢地脚 MH是倒地了 实话到不耐着 PP高先倒地 Nite这边是 新生反而中 还能打出 中间 还有机会 孙悟也挂到了 阿哈利达这个三杀 这波Nite很关键 现在感觉 这个Nite 你有没有感觉 操伯进入到 一个非常难受的地步 我觉得操伯最难受 就是要靠双C的 个人能力 把局面打回来 就这两波 我觉得都有点 这个样子 对 但是双C还是打回来了 这一波想后面 蹭击K-Lub的血线 而自己这一边 没有其他任何人 有PP能够支援 应该是人拿下的 应该能拿下 这边是 力挽狂澜各一波 把局面 现在是降降维持在 我觉得现在是平衡局面 虽然拿下了大龙 你觉得呢 小優一点点 一点点 主要这个阵容往后拖 跑步还是有压力 这是水手战出来了呀 这两波团 水手 C了 是能说 C了 而且这一波 我感觉 威武打得有点 过于随意的 你会有种感觉 主要路也没看好 先杀了一个MAR 但是影响不大 主要Nite竞赏 他还吃力都大 这波Nite的技能 是权重的 对 而且你发现 我来就是一个 核武的目标选择 有点小问题 对吧 这波目标选择 真的是有问题 太顶了 压卡 中路利用大龙Buff 推展后防御塔 经济的话 就可以占到领先 但是威武还能脱 反正 因为现在小龙也没压力 大表就把这个小龙让了 因为现在 操博有大龙Buff 这一把 其实淘姆的打团会 淘姆打团几波 打得更好一点 威武的打团显得有点急 有点急 而且随意 就是他们不能 每次威武都是打团输的 而且你发现没有 威武打团的第一目标 流量是对面的什么 辅助啊 难枪啊这种 在正面战场 其实一共不了他能帮助 反而他能逃比较久的角色 对 而且也没大好 让淘姆的双C 每次拉扯的很极限 是 这一波下路二塔 直接吹掉 那 威武的选择是换 正面的话 他有点觉得守不了 直接选择的硬换 就威武这把运营 转线都没问题 但这把就是两拨 两拨团 被水手一人C的一拨 是的 直接打工了 要没这两拨团的话 感觉这把 淘姆已经点记了 但是淘姆就是 这个魅力就在于 水手的一个团战操作 一身拉回来了呀 复发卡牌技能 是吧 复发卡牌技能 单杀之地 现在 真是 电击精力 NAS的招牌 单杀之地 这把又是拉到一个 同一水平线了 本来前面已经很烈了 对 现在龙也追回来了 并且这个大伦马 把经济也成功的 怎么说呢 也是弥补了一大堆吧 尤其是C位的装备 阿卡利把他帽子了 等我这个打团 阿卡利已经很难去 限制他的 能秒人的 我感觉之后 威武得拉扯了 他们每次都想掀手 但是效果不佳 因为JK这个霞 他是不怕你限手的 对 阿卡利其实也不怕 阿卡利有霞 正有金身 他有容错的 我可以吃你一个大招 但是我有金身 对吧 霞也有大 所以我感觉 威武得转换一下 诶 这里也想不过来打 但是钩子已经出手出来了 马可也反手点一个赛 张路在狂骗 这个时候看一下 当时应该 才有几秒钟 在推进的时候 做好红马可也去的视野 非常的合理 然后上路想推 这个阿卡应该拿下了 但是B线被清掉了 没有当buff了 好像还能守一会儿 那涛博把解决的视野点一下 现在威武很稳 你看没有 威武已经小名霸了 对 威武已经小名霸了 我这个时候不能去打得很凶了 这段时间 涛博的双C伤害 你是看不懂的 一个阿卡利的三件套 配合一个霞的三件套 这个伤害 是有点超乎你的想象的 所以威武感觉得拉扯 然后得往后锁 但是你看 威武现在好像 他们冷静下来 刚才几多台 什么就完全没有再去选择 像刚才那样的硬弹 他们现在是硬弹 直接搞了个怨恨锁链 牵链子了 牵链子 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对威武来说 并不是好打 但是威武防守能力很强 他这个AOE极多 且你真的很难去上到威武的高地 其实威武就是反打好打 对呀 蛇女这种英雄 其实反打 涛博会很难受的 你一个实话 一个腹地 对吧 包括没得多的立场 其实只要反打 我觉得威武的团战胜率 会提升很多 他们前面的几波团战 实力都是先手进去的 你有没有一点 我特别想说 我觉得PG5的那几波先手 开团没有开得很好 因为洛这个 他的技能其实就很蠢 对 因为洛这个英雄 你真的是开得好 和开得不好 他不好 你这波团战是等于零作为 开得好 肯定是非学定一了 所以他不像其他的英雄 我还能辅助 我在里面多搅一搅之类的 他没有什么搅的能力 其实威武实在很简单 打团 保护3C 拉扯 对吧 他3C都是手长的ZV 得拉扯着打 而淘宝这里 他们其实比较依赖 第一波伤害 是的 其实最好就是 先防住阿卡利 第一波 对吧 然后慢慢的给你玩 等侠和阿卡利 都没有技能以后 其实正面 威武这个阵容的 持续作战能力 是绝对要比淘宝强 很强的 威武的持续战斗力 比淘宝强要强很多的 没错 他3C都是长手 都是那种法术机关枪 你看 这两波消耗就做得很好 对吧 JK拉伯和小天的血量 都被拉扯了一些 而且现在可能感觉 装备上 哇 JK拉伯装备好好 而且南枪发育起来了 兄弟 是 南枪现在已经有三件套了 这南枪也有爆发了 他是星石的这种 星石收集者 这一套爆发 可能威武这里撑不住的 要看 不好说了呀 过来 这一件 什么时候做出来 如果二非六四 有三件套的话 威武是能接这波团的 但也要拉扯 反正不能all in 一笔告的是 不敢追击这个眼 他这有点死怕了 感觉 GP告的有点搞 这这威武的 属于是十属无奈 威武 又是威武 这边 宋玉金还可以追吗 追不了了 不觉得了 这一波 这一波是打出李磨刀 好吓人啊 感觉 我直接 属于我们俩脸就给大了 但这里直接 开大楼 没大 这边靠大楼了 是的 卡扎从那边过去了 卡扎这里有大招 卡扎这里要 哦 已经都没有挂住 好 我这个脑袋挺聪明的 这有你 Rookie 没大这个点 这边刷入大楼 看看卡扎有大招 小硬抢 小牵血 下来 四番血 被小杰打下来 这边威武的一丝血 贝勒斯给大招 威武闪现拉开 没有被炸死 这个时候冷静一点的话 做不可以选择撤退的 没有必要去打这样的残局 是的 威武也追不了了 这比高的没大 拿上好吓人就是一个 哎 马克是把自己闪现给拔出来了 但这个小龙 这个小龙可能是威武的 但是有点难 因为现在南山回家 补给已经出来了 而且阿卡丽回家以后 是有TP的 这一波小龙感觉还是吓国的 卡扎 没火 是 这一波过来的话 你威武应该大小龙吗 你不敢打呀 想阴一波 想阴一波 阴一下打雷 这边配合维克托打雷波伤害 要等维克托的大招 但是这种一人的话 如果没有威武的 狩狩大招 想操作 想操作 威武的中上是有大的一级 威武的中上是有大的一级 现在没有大小天在这里 血量其实并不是很健康 维克托的大招 直接血量了小天没什么血量了 维克托的大招 冰碎了小天 小天下来又把龙打下 大招是击飞了 如可忽不可以 今天躲一下 这边瑞士大的还可以 威武都被石化 回来打一套伤害 不够呀 不过那边人马 人马要来了 但人马没有打招了 人马要来了 人马没打招 这波还是看不了 两边都拉开了 都没有上头了 我感觉 威武真的有一点 急于结束战斗的感觉 但是越急 他们却每次都能够 给到对面一点点的机会 而且威武的这一波 终于站起来 连续两波 他都是打出了伤害 吸收了伤害 且自己没有阵亡 主要这一波大龙的指挥 我觉得涛伯做的 有点果断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真的要做 这种指挥决策了 利用你维克托没大 我就硬拼这波大龙 而且小天手也很稳 逞下了这条大龙 以及这条关键的火龙 火龙也停牌了 现在局势 已经开始倾向 涛伯这一边了呀 这一把有点精彩 对 涛伯只要不着急的话 现在威武反而 是有越着急的那一方 因为你给到火龙魂 那这个局势都不一样了 就赢不了了 这火龙魂阿卡利南枪 想让你这伤害是 对呀 阿卡利随便 往你后排去突就可以了 一出了 这伤害已经一出了 是的 第一波是绝对守不住的 所以现在威武他们的命门 就是防守大龙Buff的同时 他们要想好 怎么做这个火龙魂的 一个团战 对 现在火龙魂 其实还有四分钟不着急 但现在大龙Buff 由于拆的外台已经差不多了 也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方向 这个大龙Buff 基本上就运营兵兵舰 通通事业 为了下一波决定胜负的团 来做准备就可以了 现在韬伯 其实你发现 他们已经打得非常谨慎了 包括视野的布置 每一波的人员的走动 都没有给到太多的机会 这一把 这边中台也没了 上台也是死血 可能所有的外塔 都会被推掉了 而且蛇女的问题 你觉不觉得 那个手短的特性 有一点点 对 其实蛇女 现在的作用 就是一个负地 一个R 反打的 就是配合 双C去拉扯吧 她现在有双C的保镖 对吧 她现在站在双C旁边 就可以 这边上头的二塔 应该是不想强用防守 随便给点技能就可以了 被挂到了QO 而且整体来说 现在 淘博已经是没有任何落后 你看 Vor的等级 已经把优势滚开了 对 等级都领先了 已经把优势滚到了5000左右 是 但还是要看下一波龙 下一波龙魂才是关键 对 M5现在还有最后一波团队的机会 对 拿到龙魂的话 这把基本上可以高枕无忧了 淘博这里 现在我们看到 阿斯维留斯也是开始出隐魔刀了 他得防阿卡利的几波秒杀 这个版本隐魔刀 感觉脑少皆宜 脑少皆宜 上单 ADC都能 对面两个AP就无脑纵 都一齐高 你看刚才 其实Vor的几波也是这个大尼魔刀 帮他 这个成功地活了下来 两分钟 两分钟就会决定 不仅仅是这一场比赛 而是整个BO5的总是 是我们继续看第四把 还是说就此结束 淘博在这波团队上 是有明显的一个先手权的 淘博双C也是装备领先的 没错 双C都是四件套 而且其他几个位置 还是要干水手的 是 其他几个位置落后的东西 基本上也补权了 你看包括打眼泪 小天这里是没有落后 人马用的装备 是的 反而上路这里 南枪 你看南枪和蛇女 基本上就是一个AP 一个AD的装备 对 蛇女装备 其实很久没更新了 对的 因为这段时间 蛇女一直在跟团打架 等一下 这有个蛇女合家了 做出法穿了 有法穿了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 比较关键的装备 不过整体来说 淘博这里团战 还是更好打的地方 对 而且刚才几波团看下来 我觉得没有说特别好 给到蛇女去发挥的地方 要么就是已经团完了 对吧 蛇女的输出 还是得 然后这个阿卡丽玩得太好了 这个奈特这个阿卡丽 其实让蛇女很头疼 单防吧 也防不住 然后你团战吧 你稍微一个技能给他 但是阿卡丽站起来 精神站起来 还是能打出超高的伤害 对的 反而你自己大招 如果给到阿卡丽的话 那你就没用了 就很亏 对 那你就没用了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这个阿卡丽 造成的麻烦很大 现在40多秒的火龙 PP杜在旁边被小天挂了一个Q 现在PP杜是全队非常重要的点 开团 而且上路阿卡丽在带 两边的中上是分别带有TP 所以可以去EV1对线 这个中路兵线很难受啊 下路兵线也得有人去处理啊 如可以去处理下路兵线了 这波必须要团结了 维吾 有点难打 蛇女过来了 这样的话好像上路就没有办法 只能给阿卡丽带 阿卡丽有TP 阿卡丽拖着就行了 阿卡丽拖着就行了 维吾尔的旁边18级的男枪啊 这个时候男枪其实是完全可以承担一个前排的作用的 他可以挺在前面 对 现在套坡可以拖 现在V5是着急的 因为上路 这个高地马上掉了 阿卡丽交了TP 要打关键的火龙魂 18级的阿卡丽 如赵斯的身上一个女妖 蛇女过去找阿卡丽的位置 5000血 但要拼成了吗 4000血 想拼成想拼成 阿卡丽都很激热 但这边闪过回血了 上海打得很足 他能打到鸡飞 阿卡丽有个精神 捕到了身体大 一线也就在线 人马抢到了龙 而且马上被融化 曼哈丽倒地身体都说得很高 那个马招是抗退了 在那边打输出了 瑞士闪现过来 要跟杰克拉伍 杰克拉伍这边很干 就是闪现 躲掉了一个台 双C时间的叫 又要还一个吧 我差一点杰克拉伍 这一关就是双C的主要就是什么 阿卡丽和维克多对比 他的持续作战能力 确实没有维克多要强 所以导致只剩下双C之后 V5成功地收下了这个残局 关键点是他抢到了这条龙 这个抢龙很关键啊 很关键 最后差点给杰克修起来了 就差一丝啊 这个就是 如果一为一的话 如果一为一 我告诉你 这个侠是真的可以单挑 这个非洲丝的 但是旁边有个Rookie啊 我这一波卡塔的守卫 关键是抢到了这一波 而且马克的勾没有勾到 他闪现那大招 被霍蒂克用狂风拉到了后面 这一波霍蒂克的宿舍位置 找得非常的好 人马恐惧回来 小天先把小天 跟马克两个人处理掉 是 然后纳特第一波以后 就没有作战力了 这一波也挺关键的 但是你看他这个JK拉伍 差点被JK收起来了 闪现左台 倒攻 拿着你 就差一下 就差一下 感觉这波 真的很秀了已经 是的 因为是一个三打五的残局 刚才那个倒钩的位置 其实霞击击击就是 如果你去追击他的话 他在你身后流的羽毛 很有可能一个倒钩 打出成功的伤害 特别是这种爱可 对 霞击使用的 这一波中路上推一下防御塔 没有那么容易啊 不过现在大龙已经发现了 本场比赛的第三条大龙了 打两条狼 是 下一条龙可能才是最后的胜负手 不过这一波打完以后 我们可以看看 恶菲丽丝也是出到了大羽魔刀 等一会他再做个出车枪的话 其实团战我感觉 就舒服多了 你觉得呢 是的 他可以做一个复活家 他可以换命的 对 他可以去用换命 他的伤害就可以去 把杀的命换掉 其实伤害就已经够了 因为现在淘婆的持续伤害 就团战里面持续伤害 哎 他没有这里小天 被团战蹭了 直接淡血了 哎 要吃小天吧 他在这边开个一也算了 下一下 下一下 因为那边确实没有任何的事 这波硬追可能要出事 哇 这波40个也有空间啊 大羽魔刀家复活甲 来了 有成果甲了 感觉威武这波团战是能接的 甚至可以直接逼龙了呀 你看他们现在跑路是非常快的 巨快 有蛇女的 对 这波在这波团战 我打得太快了 小天 你敢过来的话 蛇女还可以脸在这里 这个还有一点远 哎 这个像是小时才还没有踩到 没踩到 但是龙面要打掉了 看能走几个 一线线600个 他想抢到了 帮我了 贵贵 威武是什么 Q已经能抢到了吗 应该是一发普攻 我觉得应该是一发普攻 因为这个时候普攻暴击的伤害 应该会更高一些 刚还没有注意看 这一波打野的情况下 哇 这一波威武真的是 亏到老老家了 我跟你说 现在什么感觉啊 这天时地利人和 都是 我以下两个比赛 有没有什么感觉 这是什么道理啊 南昌走过来 一发普攻 把他龙拿下来了 这也是 看点看点 进来不上进来不上 怎么抢的呀 对呀 一 就是 A QA QA 就是一发A 因为我还没有看 他那么多抬手动作 你知道吗 哎 这边有两个 被失败了 又接了恐惧 但是也不好杀 AQA 可以操作 这一波疫情 想把我拉 永远难拉过去 这Nive比例好大 有一个 把他所有挂材阵了 还可以上去凶一下 这把好精彩 五十五 滑的一发普攻 那现在就来了呀 这条火龙 哎 我甚至都不敢说 谁拿下这条火龙 谁能够赢 因为这波火龙团 应该要打起来的 很有可能是 你拿了火龙 就是被团灭 要团灭的 对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 这波团战谁赢很关键啊 对 你这个龙到底是想抢呢 还是说想赢团 我觉得应该是更倾向你赢团了 这波回家 该股的要补起来 因为已经40分钟了 站起来的呀 40分钟 这个团灭 就直接一波的 直接一波了 因为两边现在都是成装了 飞起来会很快 呃 我们看一下啊 两边的C位都没有闪现 对吧 两边的C位都没有闪现 但PP杠的 但是闪现都快了 都快了 但是这一波 我觉得PP杠的 这个开团的闪现 真的太重要了 不过JK2的闪现装好了 是啊 C位都快了 是 V5这边的3C 也是差一点点 看一下 过来 先打一套Mark 我 JK2这个伤害也很高呀 卡特直接被打到3C的血量 哎 但是中路兵线没人顶 但是下路的兵线已经带到高地了 呃 这波正面怎么说 而且南枪那边可以去拆 下路高地可能要没了 南枪配合阿卡丽 杀得很快 说实话 这个时候再回已经 越来不及了呀 呃 V5现在有点欺负南下 哎 欺负南下 哎 卡特没什么血量啊 这个龙库好强啊 呃 卡特要过去吸血了吗 呃 感觉龙魂要没了 龙魂套博应该是可以拿下的 是 两千 两千血 大招 先把龙魂拿下 下来艾卡丽马上赶到战场 这一波拉扯 涛博是完全战局的主动 那边南枪好像被单防了 蛇女在那边 然后那个根据的 能打架吗 皮革的这里也被挂到了 皮革的这里 他一丝血都要打吧 哎 果子 有谁是果子糕 哎 杰皮拉伍把果子弹下去了 前面有个烟雾弹 不能还不错 但他这场地弹都比较大了 而且直接被秒了 速度很高 人马直接被秒掉 这波还在一环 V5直接吃掉了 哎 等一下 后提个最后的倔强 有没有就会把这个 绝对打回来呢 有点难自己被秒 没机会 阿萨这打到后提个的人头 恭喜涛博 哇 这一波极限拉扯 而且 龙魂的魅力 而且这场是个翻盘局啊 兄弟 是的 翻盘翻盘 这把主要中期涛博的双C啊 一人开着一波团战 然后后期 这个关键的抢龙 V5这个南枪抢龙 有点压死了V5 是的 恭喜涛博 扳回一分 哇 南枪这一波的抢龙 是完全让 怎么说就没有没有料到的 你想打也都不在正面 一发普攻 我记得没错过 675对吧 600多 对 675 哇 这一场 直接把龙给抱死了 那现在这个局面就比讲的 怎么说呢 涛博的气势 这就不好说了呀 对啊 气势打出来了 而且涛博这个单队 是有让二之三历史的 但是有一点 这把主要 但是有一点 因为下一场比赛将会是 V5来选边了 V5在第一局比赛里面 蓝色方 其实整个的局面打得 是非常非常顺畅的 对吧 是的 所以现在涛博 如果想继续把这个局面 稳住甚至搬回来的话 他必须要做好 在红色方的BP 自己该怎么样去做 是的 下一把的BP 也很关键吧 换边了 但这把确实涛博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消息 我觉得应该换边 感觉要换边 蓝色方法MVP 确实好做一点 是 这把涛博的一个双C啊 双C 应该是MVP的有力竞争者 这把就是双C 各顶一局嘛 是 各顶一波关键团 那两波关键团 确实 发挥有点完美